近日,全军军事训练领域的相关领导,训练基地模拟蓝军部队主观及专家160余人,集聚陆军某联合训练基地,总结13-5,布局14-5,重点研讨实战练兵环境构设问题,对接协调新年度大项演训安排,从练兵备战长远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极致谋划推进训练基地和模拟蓝军建设创新发展,统筹布局军事训练重点任务。 记者从年会上了解到,面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急剧变化,改革重塑的动态调整和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全军上下坚决落实13-5规划部署,高度重视训练保障工作,突出把训练条件建设,作为释放改革效能的强军工程,练兵备战的基础工程,紧抓不放,聚焦重大项目,聚合力量资源,距离联动攻关,推动实现13-5既定目标任务。 截至目前,规划明确的训练条件建设重大项目立项推进率和规划投资率均达到百分之百。 此次年会通过情况介绍,讨论交流等方式,重点部署筹划下部体系布局和项目建设,研究论证典型环境构设等方面问题,推动军事训练法规标准落地广泛征求意见,观摩了陆军新一代导空平台功能演示,一体化联合训练仿真平台应用演示,军人体能训练数字化管理与环境支持系统应用演示等一批科技创新成果。 感谢观看